切成碎片再卖给不同的投资者 那么对于这些资产 尽管是你已经出现了断供 但是这些引主盘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主 说我把它关了 把它卖掉 而是这些特别投资工具中间 个别的一些人才能够做出这个决定 因此这一轮的清盘发生的时间 和速度远远慢过过去的情况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 随着大量引主盘的涌现 美国房地产的调整已经开始加速 而这种情况带来的是银行对于贷款的审慎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黄色的线 是银行对于消费信贷审批的谨慎程度 那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间 银行是世人他就愿意借给你 但是今天对不起 哪怕你有工资他也要审你三代 那么全球的工业增长 实际上在过去的六七个月已经出现了第一轮的回跌 那么这一轮的回跌 基本上是由美国经济的次贷危机造成的 我们认为这个还会有第二个一个下滑 那么这一轮是由中国欧洲和金砖国家第二回合的工业生产的回落所造成 这个是全球工业生产增长已经下来了 这个是全球商品价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现在中国人印度人都开始开车了 所以石油价格一定会涨 但是大家不要忘掉 所有开车的需求中间三分之一是来自美国 几年以前美国人买的是Hammer 今天美国买的是节能车 当美国人由于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就业压力 由于收入的减少 而对于汽车的这个需求 出现了一个结构性变化的时候 至少在短期 中国印度或者其他国家对于石油的需求 没有办法替代这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而且占能力